燒開防生白泰,平常心論時局, 燒搖遊,主持,燒若元, 御飛,趙善軒, 我再說一句,我看到一些人, 其實當狗是一個,好朋友,家人, 他們是兒子,他們不生兒子養一隻狗, 他們自然有這個感情投射在裡面, 因為狗是好嘴的東西,因為狗是一個集體動物, 他是當你是狗群裡面的領隊, 對,代領袖,所以他不斷領你的頸, 你習慣分配食物的領袖就會有這些待遇, 我也是很尊重對動物的生命, 但是我認為要同一, 你對A的動物,狗是要有這樣的尊重, 你對B的動物也要有這樣的尊重, 才合乎眾生平等, 所以剛才就要突出大腦結構的分別, 感受痛苦的程度, 在動物裡面是有分別的, 這個再咬一口, 我再說, 提一提防東案, 然後先說說恩尼, 你先說說防東案, 防東案就是, 就是防祖明和柯鎮東, 最後吸了大罵, 拿了上電視, 又看到整個審案的過程, 還有招口供, 令到現在很大迴響, 有些藝人就開火了, 其中一個是恩尼, 這件事我就講了幾個最佳細心消息, 即是我罵的是什麼呢, 大陸的野蠻就是, 抓了一條人, 然後就放他上CCTV, 涉蠻子那些, 我從來都是要叫雞的, 經常不糾停叫雞, 在數自己, 郭美美,我怎麼貪慕虛榮, 怎麼做雞, 這些是最惡劣的事情來的, 如果他要懺悔, 就麻煩你放了他, 他自己喜歡, 開什麼記者才會懺悔, 是他的事, 在你的壓力之下, 你什麼都可以的, 這個等於史太林的時候, 那些布爾什維克出來說, 我是奸世, 我是特務, 你槍斃我, 就是這樣而已, 不用說到布爾什維克那麼遠, 在八九六四的時候, 黃丹也出來拍過這些事情, 郭文貴先生, 那就是, 但是說說恩尼, 有什麼想說, 說恩尼的? 那個恩尼在網上, 微博就說, 呼籲習近平, 麻煩你狠手一點, 對於這些吸毒的人, 不用手軟的, 即管做它, 實在是教壞其他人, 太不對了, 我就不明白, 因為恩尼,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跳出來, 結果向太太又跟他吵架, 就是向太太出來說, 你作為一個佛教徒, 作為台灣人, 簡直是台灣人的恥辱, 然後恩尼就扑出來, 第一我不是佛教徒, 第二我不是台灣人, 恩尼是澳門人來的, 其實是不是? 是澳門人, 但是他很早就去了台灣, 在台灣發展了, 在台灣發展的, 第一我講恩尼幾件事, 恩尼呢, 恩尼呢, 我認識恩尼, 恩尼可以怎樣呢, 他那時候拿一本, 拿一本, 娛樂周刊, 銀河周刊, 由第一頁見到一個人, 就罵這個, 怎麼乾弟, 怎麼壞, 是罵到最後一頁, 罵四個中夫人, 恩尼, 第二, 恩尼, 大家都知道, 是嫁給附星, 的, 嫁給附星, 但是, 當日, 附星, 如果不是意外死了, 附星就是想和他離婚, 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他有一次去登台, 去南洋登台, 回來, 就是你算到有多少片酬, 附星有一天, 就發現他的銀行帳戶, 是多了幾百萬, 七十年代幾百萬, 二十幾萬已經買到一個香港仔中心了, 那就是幾十個香港仔中心了, 那就是發達了, 他為什麼突然多幾百萬呢, 好了, 另外, 就是這個, 那個人吞不下這口氣, 附星其實是, 不知道他怎麼賺多幾百萬,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什麼, 恩尼, 你也知道, 他和王宇就是清英道弟, 所以王興平, 就是簽了他做經理人, 他不知道是抽六十個巴仙, 還是七十個巴仙, 後來王興平, 就紅了, 要做一些事情, 一來就雪藏他幾年, 不給他唱歌, 別問我是誰, 自從別問我是誰之後, 搞到王宇, 扎馬賺了很久, 但是他是不怕王宇, 其實很多人都會怕王宇, 王宇也是很有江湖地位, 恩尼怎麼呢, 恩尼和成龍都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他和成龍, 有什麼這麼大, 恩恩遠遠跳出來講, 但是我另外想講一件事就是, 我另外想講一件事就是, 大陸這些這樣的, 首先, 我有一件事先告訴你, 講印尼兩句, 先講大陸的法治, 就是印尼是梅艷芳之前, 香港最紅的女歌式, 那時候他是橫掃的, 直至梅艷芳出來, 就算後來, 他九十年代再復出, 唱了一隻老兵花, 其實也是紅遍全國的, 他是在台灣, 紅回來香港, 他當時最紅的那首歌就是, 明日華金天, 你有聽過明日華金天嗎, 沒有聽過那首歌, 那時候徐小明就把這首歌 改成咸歌, 我把這些字音嘟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好啊, 無論有幾多對嘟, 不知哪一個見, 你有一箱, 他有一箱, 更大過那個鋪團, 按下又軟又軟, 望下又自足瞬瞻, 你無謂去裝一對異語, 把我欺騙, 蕭先生, 你唱得有點藍音, 大小是決定遺傳, 問媽媽, 眼口無言, 是整首的, 徐小明填的, 沒有得填, 很有才華, 填得非常之好, 其實印尼的, 我多說一點, 我有留意到, 他這幾年都有一個嗜好, 就是每逢自己可能有演唱會, 或出碟, 或者登台之前, 他都會批評一些後悔, Jem, 陳奕迅等等, 都是受過他批評的, 鄧麗君是堅持紅, 印尼就是首席紅, 即是香港, 我講香港首席, 這一段時間是首席, 這個女歌星, 就順手講回女歌星, 講完陳惠霖, 陳惠霖, 陳惠霖是差一點, 就成為香港首席女歌星, 如果純粹去香港, 作為歌星的, 紅的程度來說, 陳惠霖是差一點, 他就是去了外國讀書, 他到最後關頭, 是差一點打低了梅艷芳, 因為那次有千千決過, 就是贏了梅艷芳, 大家同時唱那首歌, 你知道嗎, 紅茶館也好聽, 就是他很多首歌很厲害的, 如果他不是, 那時候不是為了外國讀書, 他肯定成為首席女歌星, 這個結果就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就是, 陳惠霖是靠內, 和靠演技為主, 陳惠霖是不是, 他多飯做, 他身材高挑, 陳惠霖是矮的, 他有個明星, 靠吃這些東西, 你明白嗎, 陳惠霖有觀眾緣, 陳惠霖, 還有他那個年代, 就很流行, 他不是作為歌星紅, 純粹是香港歌星紅, 他在日本, 南韓不是比陳惠霖, 你要這樣分開來說, 陳惠霖, 在大陸也很紅, 陳惠霖, 陳惠霖, 在我成長的年代, 那些Disco歌是紅到不得了的, 全部Disco播放都快過, 他是Dancing Queen, 又有一個歌, 都市你的錯, 給我一顆拼頭, 我們全部都唱這些, 都市你的錯, 給我一顆拼頭, 結果人生就不知道了, 結果他就出了國, 不然我看著他, 就回到第一位, 好, 這個就是講大陸的冤案, 我說為什麼法治這麼厲害, 這個是Thomas Moore說, 法律是什麼, 法治是什麼, 法治是什麼, 法治是一個圍牆, 你知道嗎, 千千絕歌是紅過夕陽之歌, 那時候打贏了, 大家鬥就是這樣, 法治是一個圍牆, 他有時候是保護了壞人, 令壞人可以走掉, 但是更多時間, 他是保護了那些好人,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一定要有一套這樣的系統, 就是說, 我不是說外國沒有冤獄, 但是這麼離譜的事情, 是很少見的, 大家先看這段片, 先看見, 佛月孫妍處藥, 這就是警方認定的, 投放在那頓飯裡的毒藥, 而更為關鍵的就是, 警方不單止找到了, 毒藥的成份, 而且, 他們還認定了, 這是一件故意投毒殺人的案件, 甚至, 他們已經找到了, 投毒的兇手, 廉賓, 廉賓, 何許人也, 警方介紹說, 這個廉賓, 不是帝國, 就是在丁雲哈店舖隔離, 同樣, 亦開了一間雜貨店的那個, 廉賓, 講起廉賓, 今年30歲, 澳前鎮, 澳前村人, 和丁雲哈一樣, 都是遭用了, 房東陳嚴嬌的店舖, 開雜貨店, 警方在介紹廉賓作案動機的時候, 是這麼說的, 7月26日, 亦就是案發前的一晚, 一個本來, 要去廉賓的集貨店賣煙的客人, 半路上, 就被丁雲哈截了壺, 令到廉賓損失了, 一包煙的生意, 於是, 廉賓就懷恨在心, 落毒殺人, 兇手是練斌, 消息很快就在鎮裡面傳開了, 好, 這件事, 兩個人開兩間集貨店, 有一次, 他們差點賣一包煙, 就是旁邊的人來搶了他的包煙, 丁雲哈搶了, 因為這一包煙, 結果這一家人, 食物中毒, 有兩個小孩死了, 就說他因為這一包煙, 一包煙賺多少錢呢, 就落老鼠藥, 下去毒死了, 判了死刑, 死刑是基於什麼呢, 當然不用說, 但是毒就是好刑逼供, 其實就完全只是基於他的口供, 他後來就說被人打, 上到他上面, 這個為什麼要迅速破案呢, 就因為周永康說, 逢殺必破, 一個要轉型的破案, 嚴重的謀殺, 結果十二天就破了這件案, 還撥了三百萬出來獎賞的人, 那他是怎樣破案呢, 據後來這個念賓的說法, 就是在精訊的過程裡面, 人家用竹籤打穿他的身體, 打穿他的肋骨裡面, 用這個方法來逼他招迎後供, 所以他是經過四次, 四次在法庭上都被人判死刑, 然後又發還重審, 趙瀚 上級法院, 上級法院真的沒有證據, 整件事就是, 整件事沒有證據, 發不下去, 堅持是判死刑, 是完全為了面子的問題, 就是這樣, 四次判死刑, 四次差點下去打罵, 開了十字庭, 那最近是怎樣呢, 無罪釋放, 竟然是最後一次, 就是還他一個公道, 是無罪釋放的, 也都回家, 不過是密是人非, 他爸爸在他被人抓了之後, 四個月就是過了一生, 而他在這次判無罪釋放前半年, 他媽媽也是過了一生, 就是人一生人, 就是陰陽相隔, 想起也覺得很心痛, 竟然第一, 就是我可以說, 為什麼可以判的無罪, 是無法爭辯的, 先回來吧, 謝謝大家,